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部分我想我们大概一两次就可以结束了节奏 节奏完了以后我们就剩下一本了旋律分析了 有的人一直着急 为什么好久好久不讲旋律了 我什么时候讲旋律 等节奏完了我们只剩下旋律 你就专门讲旋律 好 节奏这一部分我们上次讲到切分 大家看一看 五十九页节奏练习节奏 这个练习这一本里面 你看看这个东西 一看绝非民乐 绝非传统音乐 绝非古典音乐 在节奏上面就看出来了 也不要唱也不要弹也不要 一看就 基本上是大量的切分 你看这一小这里面多少个 你自己画一下我们曾经讲过的 这个终音都是切分 切分 切分 先行先行先行 切分先行 切分 切分切分 切分切分切分 切分切分 切分 都是八分音符切分 那绝世音乐主要是这个 绝世音乐 这种这种音形 八分音符为主 大量的切分 就是绝世乐曲 那你就看好了 这一类的就属于绝世音乐 它不属于传统 也不属于民乐 也不属于一般民谣 当然更不是 那这个呢 十六分音符的 大量的切分 切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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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么多切分 切分切分切分 我们讲完那种 先行后级修指挂流 四大类 这里面都有了 你自己慢慢去分析好了 这是八分音符为主的 绝世切分 这十六分音符为主的 Rock切分 摇滚 摇滚 绝世 绝世摇滚 八分音符切分 十六分音符切分 这就是当代两大音乐的 基本 绝世 Rock 那你自己分析一下 看看好了 当然除了这个曲子外 你可以找 这个是Burkett的曲子 哪一本教材我忘掉了 这个教材上面拿下来的 Burkett 都是几十年前的歌 再继续下面 一位切分 再多一项 除了先行后级修指挂流之外 再多一项 一位 一位 这个圆曲 八小节 那我们就八小节 把所有的都放进来了 先行 这叫极后 集体后级 就一大堆都后了 每个都后 叫集体后级 这个就一个音了 先 一个音后 这是一堆 就这一堆全后了 就是集体后级 简单叫集后 第二句呢 然后 你挂流 他就被挂了 切分 或者叫言音 挂流音都可能 八 修指 没有尾巴的先行 它就跑出来了 集体先行 所以变成六种 先行 后级 修指 挂流 集后 集先 集先 集后 六种都写出来了 当然你写音 不一定要那么多 都放在里面 所以告诉你 八小节 我可以把所有的切分 都放在里面 再看这个 还是一样 把这个拿掉 调好拿掉 这个改成CF 机上C 改成大调 简单 好唱 好弹 好写 好看 米苏说 我们来看 米苏说 两个先行 一个后级 一大堆 七个怎么样 六个 七个 后级 集体后级 然后再过来 米苏说挂流 瓦拉 两个 先行 集体先行 找出来半排 延后半排 所以六种都在里面了 集先 集后 从这看 先行 后级 然后 这个写错了 这应该是什么 修指 修指 挂流 然后这个是 集先 集后 都可能 一个歌 把所有的切分 都放进去 这个歌 所有切分 都放进去 当然你可以在这里面 选任何一种 玩切分 或随便 不一定要全部用这个方法 就是所有六种方法 都放进来了 没有了 那这个你要练习字笔 练习谈 你要先写 我建议你还是先写 有那六种方法 你写一看 那我这个先行 你可以这个先行 我这个后继 你可以这个后继 或者你这两个先行 这两个都可能 产生你自己感觉的那种味道 那东倒西歪 西歪东倒 左摇右晃 晃晃摇摇 这就产生 swing 产生了rock 那你把这个swing的东西 double time 加一倍速度 就变成rock 它的十指减半 速度就增快一倍 反正Jazz Rock 都用这个方法 Jazz Rock 你可以先写 再弹 练去弹 先写再弹 那你可能 人家写好你先弹 也可能 写好先弹 你左手先就用 上手讲的 一拍 两拍 一个一 两拍 一个一 足 那就是二分一幅 二分一幅 二分左手 二分一幅 二分一幅 都是这样 先练习右手的会切分 然后两个手可以同时切分 学学上礼拜讲的 这也是这样 自己练一弹奏 那最后 我们再看一看 综合 切分比较一下 没有了 切分 所有的切分比较一下 切分 六十二月 请看六十二月 很重要的切分 全部比较 大大大大 这就是传统 古典 明月 明月熬 都这种节奏 有这种节奏 我们看 把这个 先行了 这个音 先行了 看 大大大大 大大大大 这个变成 大大 每拍都在拍上 这个不在 中音在反拍 如果在绝词的话 变成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大大 大大 一二三 一二三 大大 变成这样 好 后级 这两个都后了 大大大大 我现在 大大大 大 两个都后级完了 产生切分 刺激感 刺激感 修指 这个人先行 尾巴剪断 这个修指剪断 就这两个 其实一样 就是他先行 把尾巴剪掉 先行尾巴剪断 变成这个 干脆利落 斩钉截铁 勤快活泼 所以变成了修指 拉丁音乐 很喜欢用这个东西 背挂 背挂 跟这个差不多 你这个用 用一个结合线 就背挂了 那大大大大 那个大大大大 后面都被他挂了 他挂他 晚了 他挂他 晚了 他挂他 又晚了 所以都变成后级了 所以几乎是先 后修挂 四大类 然后呢 这个大大大大 你可以让他找出来 one two three 大大大大 每个人都找出来 很刺激了 当然不能太多 你们整个八小节 都这样先行受不了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 恰到好处 这个整个晚 大大大大大 二三四 大大大大 大也是很刺激 极先极后 就六大类 这叫复合切分 就用一种方法 一种手段 来制造切分的 圆曲这样 先行后脊 休止 挂了 极先极后 东到西外 左摇右晃 产生了 现代这种 节奏感 在古典音乐认为是 不正规节奏 在中国根本没有 这种节奏 但是在二十世纪 这是最普通的 最流行的两种节奏 Jazz 所以你玩这种音乐 必须先会这种 就算你 不玩这个音乐 你也应该练习一下 十六分音符 切分 咋办 八分三分音 切分咋办 八分音符 切分咋办 你也应该 要了解这个 二十世纪的 因为这是现代节奏 你是现代人 你有义务去了解 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 应该有义务去 制造所有这些 当代的节奏 你会这个节奏 不会损害你 对传统音乐的 节奏观念 你不是说 会了这个 将来传统音乐忘掉 没这个事情了 你这些节奏会了 你传统音乐节奏更好 可是你光是传统音乐 节奏好 你这些节奏都 可能不行 跟不上时代了 这蛮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节奏 要现代化 要现代化 每个人都要如此 任何人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什么 现代人 而且这个不是今天 这是上个世纪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 所以我们学音乐的人也好 一般人也好 对于这个 这种节奏都应该了解 知道 不喜欢可以 但是会 你要排斥它之前 先会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我们大概下次再讲一次就差不多 我们的节奏就可以玩了 OK 各位加油 各位会员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